嗨 大家好 我是飞表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好 我们今天主要去讲一讲关于加入派network的影响者计划 那这个影响者计划呢 它是针对于社区当中有在做传统媒体的这些派先锋呢 将我们呢 链接加入当中啊 在以后你的传统社交媒体去使用到宣传派的时候 可以让你的作品呢 展示到派的社交媒体当中 这来扩大自己的一个影响力 那当然啊 这个呢 并不是强制的 也并不是说所有的派先锋都要去做 而是指的是自愿的 你愿意做就做 你不愿意做就可以不做 另外呢 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人 所有的参与者都有着自己的社交媒体嘛 很多人呢 还没有自己的社交媒体 只是说蠢蠢的去点点闪电而已 虽然这个是没有做任何的强制性的要求 那当然这个呢 针对的人群是比较少的 但是我一如既往的还是做一个教程 就让大家看看如何去加入到它的这个影响者计划 那当然这个影响者计划呢 都几乎来讲在我们的手机上去进行操作 手机上点击我们的浏览器 然后一步步的按照它的模块去操作就行了 整体而言呢 还是比较的简单 我相信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 大家都能够去轻松的上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在手机上去录制给大家展示一遍 手机上的录音呢 可能效果会差一些 大家能凑合着看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嗨 大家好 我是飞学队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去从手机上操作一下 看看如何去加入Pi Influencer的这个计划 那就是Pi的影响力计划 那这个影响力计划呢 我们需要再进入到自己的Pi的浏览器里面 将自己的社交媒体把这个链接呢 给传输进去 然后通过审核 看一下能不能审核通过 那我们首先进入到Pi的浏览器 那进入了浏览器之后呢 我们先去登录一下浏览器 登录浏览器之后 当然我刚才已经进入过了啊 我们先从这个界面里面开始 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最下面的时候多了一个这个 这个里面呢 我们先点最后一个进入 进入完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交媒体 就是以前的时候 我们想到说自己设置一个社交账户呢 我们的个人信息里面去提交一下 是吧 那我们进来之后 我们可以去点击一个配置 那配置就点这里啊 我们把这个配置文件给点开 点开之后啊 看一下它里面的一个操作 那这里面点击键之后就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它有加入的四个模块啊 第一个呢 是关于YouTuber 那第二个关于Instagram 第三是X 第三是TikTok 那根据你的自己的一个社交媒体是哪种类型呢 然后你选择选择对应的社交媒体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都有呢 你都可以去加入 但是我们今天就以第一啊 这个YouTuber去为准去进行一个演示 那好 我们点击啊 加入 那进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对应呢 是我们这个账号里面的名称啊 就是我们账号里面啊 去使用的啊 我绑定这个账号 是吧 如果说你 本人呃 有其他的账号 比如说你家家人的 你可以用你家人的啊 那些你看哪一个账号是你的主账号 你就绑定他就行了 那好 这里选择好之后呢 我们输入我们的名称啊 以及我们的数量啊 就是我们的啊 粉丝数量 那接下来我们再去做其他 是吧 那我们的名称呢 是飞标对啊 我们输入我们的名称 当然 这里呢 建议是使用一个 英文的哈 其实用英文的比较好一点 但是我的这个人就是一个中文名 嗯 然后呢 这里你的数量 就是你的粉丝数量多少 那我大概是一万个 啊 我就输入我的时候数量啊 输入完成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的跳转到下一个步骤 那好 接下来到了这一步呢 就是验证你有没有这个 社交媒体的一个操控权 那比如说他要叫你加入这个 地址里面的一个帖子 你可以发视频也可以发一个帖子 啊 那当然我们发帖子的话是比较好的 发社区帖吧 因为发社区帖的话 那他就比较快速的能够识别到这里 那如果说你发完社区帖子之后 你会把这个社区帖的链接呢 发到这下面去 所以 呃 这里面怎么去解释啊 就比较简单嘛 啊 你在发一个帖子的时候包含了这个链接 然后呢 在你的社交媒体 比如说你YouTuber 然后YouTuber发这个链接的时候就把它发出去 把这个发出去 发出去完之后 然后再把YouTuber发这个链接的那个链接呢 填写到这个下面里面啊 可能听起来比较难 你去理解 但是我操作一下 大家就清楚了 那好 我们先去把啊 这个链接啊 把它给复制一下啊 就是啊 关于PiNetwork的这个 呃 这个链接啊 就是我们的加入的这个里面 好 两边的一个符号就不用 那我们先把它给复制一下 复制完之后 我们找到我们的社交媒体 比如说YouTuber啊 那这里YouTuber啊 我们就先去 在下面去添加 添加一下 加我们的呃 铁字啊 这里面 它是铁字里面 我们就写一个这个链接 好 这个就是我刚才的链接 是吧 这个链接就是我可以 它要包含这个链接 我还是说几句话吧 啊 那我就说 我希望我能加入Pi的Inferencer计划 这就是派影响者的计划 那这个呢 就是我的链接 这是随便输的啊 我认为是随便输的啊 这个就看项目方的审核是怎么样的啊 我就把这链接给发上 呃 然后呢啊 我就可以去提交一下啊 点发布 这个 这个呢 就是关于在YouTube上面的一个操作啊 这个会的人基本上就会点击发布 好 等一会儿 它根据自己的网络啊 发布完成了 发布完成之后 我们去找到那篇铁子啊 找到我们的社区铁子 好 社区铁子在这里 大家有没有看到啊 就我刚刚发布的这个社区铁子 包不包含这个链接 当然是包含这个链接的是吧 那行 我们呢 就把这个链接给复制一下 呃 这里点转发 它会有一个 看没有 在这里有个复制链接 等一下 就是在我们的Pi的浏览器里面就要用了这个链接 我们点一下复制 好 复制完成之后 我们再去进入到Pi的浏览器 好了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需要去进行一个链接的地方 刚才我们复制了链接是吧 我们粘贴在这里 点一下 粘贴 好 这个链接就过来 就我刚才那个铁子的链接过来 然后下面的同意呢 你把它给打上钩 然后就点下一步 当然在这里呢 很多人会 可能会遇到他这个下面提示啊 也就是说他这个链接不对啊 是吧 这链接不对啊 你说从youtube里面去直接分享出来的话 它是不带 https的 那派这边它要求比较严格 它有一定的一个标准 它的标准链接是https的啊 这里我们下面可以看到啊 它是https 而我们这个链接是http的 所以说这里呢 可能会导致一定的错误 那这里呢 我们直接在http后面加一个s 其实它链接是没有变的 然后我们再去点下面的加入 去试一下 嗯 然后这里呢 它就提示啊 恭喜我们啊 我们这里呢 就可以去 呃 进行一个申请成功 那么就等待它的一个审核啊 然后我们 也就可以等待项目方后续的一个动作了 然后这里我们点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出来退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里就变了 是吧啊 YouTuber 他在这里在等待一个审核 或者等待它的一个确认当中 然后其他的操作案都是一样的啊 你每一个社交媒体你如果都有的话 你可以去按照它的步骤一步一步的去进行操作就可以啊 还没什么太多为复杂的 那这里面呢 就是说 我们要去加入的过程当中来 能够让你正在做的一些事情更加大的一个去扩张 就比如说你做一个视频出来之后 你在你的啊 像tiktok啊 还有instagram或者YouTuber去发布的话 那么你把这个链接加入之后啊 那么多一个项目方 这边呢 官方渠道去帮你发布的话 那这还还是比较好的啊 时间第一个就是说 你可能会受到项目方的一个认可 第二呢 就是说项目方这边可能还有一些福利或者奖励 那可能我们会比较快的先去得到这些东西 那对于创作者来讲是有一定的好处 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啊 有在去做这些传统社交媒体呢 你该加入的还是加入 其实这件事情呢 也是对于派来讲哈 有一定的利好的啊 为派去天津砖加瓦啊 很多人就说 我们对派做贡献 贡献哪些是贡献 其实在这些派去做出一些新的模块出来的时候 我们去给他做一个测试 我们去给他进行符合他的一个模式去做的时候 其实就是为他去做贡献啊 那好 这样就关于今天我们的整个的演示过程 那后续的时候你们在操作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让我们来一起解决 那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